歡迎收看房事關鍵報報,我是李葉,馬上帶您來看到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看房雷區 看房子要注意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從房屋的外觀到內部的管理都有非常多的細節要注意 今天就幫你整理了五個看房的雷區 看仔細的話就可以省下大麻煩喔 首先來看到雷區一 如果你很害怕遇到惡鄰居的話 那社區的公告欄就一定要看仔細了 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判斷這個社區有沒有惡鄰居 那看房時不只是要看公共空間有沒有被堆放雜物 另外也不能錯過社區的公告欄 除了可以觀察住戶間的關係好不好 也可以看出誰被社區警告 像是非法佔用走廊空間或是太吵 欠繳管理費等等的狀況 雷區二 從管委會每季的財報來看公共基金的走向 從財報可以了解社區的支出是修繕多還是維護多 如果公共基金的存額過少 可能會讓資金運用被限制 例如延誤水塔的清理 外牆磁磚加固 電梯維修 可能會影響到生活品質還有居住安全 雷區三 觀察管理員配置 看房時可以觀察門廳有沒有櫃檯、警衛室 來判斷有沒有人住手 或是主動詢問管理員和住戶熟不熟 人員進出有沒有管制 白天夜間有沒有輪班 巡邏的配備用具還有時間周期 來判斷社區的安管層級有沒有符合期待 雷區四 門禁系統還有攝影機這類的安管系統不能少 在進出社區時 也可以從大門、車道、電梯等動線的門禁系統 來判斷社區有沒有嚴格控管進出的人員身份 如果社區戶數比較多 建議盡量挑選有樓面管制 還有24小時保存系統的社區 還要多留意公共區域的攝影機數量 觀察攝影機架設位置有沒有太多死角 像是停車場、地下室等等 最後就是雷區五 就是你一定要先去社區的附近繞一繞 觀察社區旁邊有沒有電塔、公廟、菜市場、夜市等等 就看你可不可以接受了 那也可以觀察社區在上班時間的車流量 冷氣戶外機數量、夜間點燈率 從這邊就可以判斷社區的入住情況 今天的精選新聞先來看新竹的預售屋市場 受買氣下降影響 砍價的空間變大了 據地震處地價科人員指出 持價登陸依篩選條件在今年第二季只有121戶 條件篩選下只有四個預售案登陸 算是案量偏少 買氣不佳 中古屋和新城屋的交易量都有下降 不過似乎是預售屋影響最大 與第一季相較 第二季減幅達54% 預售屋開價依舊高居不下 不過成交價有下降的趨勢 而可能因為買氣不佳 降價出售或出售相對低價的戶別 因此預價率達15%到20% 接著來看到情侶一起買房出問題了 有一名女網友說她獨自買房後 男友說也想要一起住 並負責了大型家電家具的費用 但沒有想到在分手後 男方竟然要求要房子一半的所有權 有很多人都是立體女網友 認為她頂多只要把家具家電的錢還給她就好了 針對情侶買房就有專家指出 如果情侶兩人共同登記 登記的比例為各50%的話 其中一方想要把房子賣掉 必須取得另一方的同意 單方面賣房是不行的 所以共同買房時 只登記其中一個人的名下叫家 但兩人對於房產的出資比例 缴款方式都應該要白紙黑字寫下 這樣將來發生感情生變也好處理 不會讓權益受損 對於停車位的位置 你知道怎麼挑選比較好嗎? 有一名網友貼出車位平面圖 說她在198號和188號車位間難以選擇 房產專家Swift認為 不推薦198號這類進出口車道附近的車位 直言是每天考駕照 他說買車位要想的是 萬一別人碰到我 這件事的機率有多高 今天的買房賣房 我想問有網友詢問 買房的時候代書一定要用仲介公司的嗎? 如果自己請人仲介公司說 雙代書要付兩筆錢也 有網友表示 仲介有固定合作的代書 不用兩邊都請可以省一筆開銷 還有人說 通常都是賣房這邊的代書為主 假如買方也找了一個代書 到後面做主的代書也是只有一個 以上就是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如果想看更多的相關新聞 記得打開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也別忘了在留言區留下你的想法 我們下次見